7月31日,北京将迎来深冬奥成功6周年。7月30日,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新游发布会在北京召开。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,截至目前,三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基本完工,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10月改造完成。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始于2016年。 相关负责人介绍,经过5年多的建设和努力,场馆建设工作进展顺利。 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包括12个竞赛场馆,3个训练场馆,另外还有一些非竞赛场馆。 竞赛场馆目前这个永久设施已经基本上完工,截止到去年年底,12个竞赛场馆的永久性工程已经陆陆续续验收。 刘雨明介绍,2021年上半年,中国举办了相约北京雪上项目测试活动和冰上项目测试活动。 经过20多天的测试,所有的竞赛场馆均顺利通过考验,设施运行表现出色。 今年的10月到12月,我们将举办10场国际测试赛,两场国内测试赛和三次的国际训练周。 那么这轮测试将更加全面,包含场馆运行的各个方面。 有相约北京的经验,我们对这轮测试也充满了信心。 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,刘雨明指出,北京冬奥组委将密切关注东京对疫情的应对措施,制定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方案。 下一步呢,我们也会借鉴东京的经验,结合北京的防控政策,制定这个一管一侧的这个防疫的方案。 那么有可能呢,会增加一些场馆里的临时设施,比如说像隔离的通道,临时的卫生间,隔离的板房,板墙,设置临时的隔离点等等。 那么这些补充的防疫措施的工程量呢,不会很大,施工的难度也不大,不会对我们的整个的工程建设,包括临时设施的建设呢,造成影响,所有的场馆呢,都会按时的来交付。 刘雨明表示,总体来说,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所有场馆将在2021年全部按时交付,为冬奥会的顺利召开,提供切实有利的保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